而为了让偏乡幼童多元化 接触体验学校以外的学习课程 今天特别结合了花莲Dancing Party教师舞蹈团 带领乡丽幼儿园的小朋友跳舞律动 见此强健孩童们的肢体灵活度 而每位小朋友各个活力舞动跳得开心 对 好像有吗 好像有几只漂亮的舞蹈吗 还是旁边是保护的那样子 身穿红色团服的花莲Dance Party教师园团员 配合音乐启发小朋友们自由想象舞动之外 也透过道具的运用 让小朋友跟着音乐节拍跑跳律动 第一次体验律动舞蹈课程 小朋友们都爱死了跳得极开心 你今天上那个跳舞课开不开心 你最喜欢跳哪一支 你最喜欢跳哪一个 小鸟的 小鸟的 今天老师教你们跳舞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你最喜欢跳哪一个 都喜欢 都喜欢 你呢 我也都喜欢 你也都喜欢 你最爱的是哪一个 是跳小鸟的还是跳障碍物的哪一个 最喜欢 障碍物 障碍物的 那你有成功闯关吗 有开不开心 光复乡的幼儿园为了提供偏向学童 接触多元体验校外的学习课程 今天特别结合花莲Dance Party教师团 进行一堂舞蹈律动训练 相当重视幼儿教育的乡长林青水 全程陪同也跟着小朋友一起牵手共舞 气氛热烈 这是我们一长辈电视Party 花莲县的教师团来辅导幼儿园的小朋友做一些活动 然后让小朋友玩得很高兴 谢谢他们 所以不同老师来不同教学风格 让小朋友适应不同的教学环境 真的很不错 花莲Dance Party教师舞蹈团成立三十多年 成员多数为喜爱跳舞的在职或退休老师 而这一次第一次下乡带领幼儿律动舞蹈 推广舞蹈运动 每位成员都全力以赴 也特别为幼儿量身打造律动舞蹈动作 让他们都能爱上跳舞 让他们肢体训练他们的肢体 让他们肢体能够越来越灵活 主要是这样子带动他们有一点舞蹈什么的 这是我们教师团第一次下乡带 对对正式的是第一次 我们这次是三个梯次 第一次是我们是在凤林 今天我们在光复 下次我们在东华大学 有没有机会可以到玉林那边 可能就安排在下一次 当然我们也希望有这个机会 上满一小时的跳舞律动课程 每位小朋友都兴奋不已 香肠林清水也特别指正感谢状表达感谢 而首度下乡就获得不错的反馈 未来舞蹈团成员也期盼 能够有机会前进玉丽等南区乡镇学校 带领学童们一起dancing旅动 接着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